周三北岳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在东京庆英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 中共威胁不仅是区域性的更是全球性的 他寻求在印太地区与更多朋友加强合作 史托腾伯格还对日美表示 中共没有正当理由去恫吓台湾 围绕台湾发生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为了应对中共挑战 北约加强了与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合作 周二史托腾伯格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达成共事 将共同捍卫国际秩序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主要在俄罗斯核武器中俄合作以及朝鲜核威胁方面进行防御战略 并强调目前北约和盟国面对的中共威胁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岳综合报道